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开车的神 俗话说得好,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前面这辆小车犹如一个追风的少年 我们看到他的车速非常快 感觉就像是在参加拉力赛 本来他还有一个冠军梦 没想到车子突然失了空 我们看到这一幕犹如乱石穿空 经浩拍案,卷起千堆雪 下面的小车车速就撞了个东倒西歪 顺便还掉了个轮胎 大江东去浪淘尽 千古风流人物 谈笑间,狂颅灰飞烟灭 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解 下面的摩托小哥油门就像不花钱 不爱江山,爱护兰 这位摩托小哥无奈上远了穿墙术 下面这位司机赶闯红灯来超速 经非远印,闭山去 一束梨花,落晚风 不怕流氓,会武术 就怕小车,赶超速寒寒的大路 长长的宝船 这辆白色小车,你这是要送人上西南 当时他的车速非常快 直接他突然往右,懵得一踹 回避 朋友们,高速行驶的车子一旦失了空 接下来就只剩噩梦 我们看到刚才的小车招式后跑得无影无踪 下面的小车超速就像穿越了时空 我们听到刚才车上拉着一车的人 开车超速处处是惊环 自从一臂风光后,几度飞来不见人 刚才这一幕简直是祸从天涯 下面就让我们见识了什么是吉人自有天相 朋友们,超速的危险非常大 后果则是更加可怕 庭院沉沉白日霞,绿荫满地又飞花 幸运不是每一次都会降临 真的希望朋友们能够把这个视频分享出去 提醒所有的好朋友们 开车速度别太快 没有超速就没有伤害 哈喽大家好,欢迎关注开车大神 在这里你能看到各种开车神人 让你笑,让你哭,让你一路平安 叫上朋友,快上车 保持关注开车大神 我们发车啦 点个赞呗,别忘了飞翘出去 爱你们,默默的,妈